各位聚財網的網友們,大家好!歡迎收看12月22號星期三的聚財線上 我們今天很榮幸再度邀請到司令操盤手劉建宗、劉大哥到我們節目現場 司令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們今天司令特別到我們節目上來教大家怎麼操作期貨還有選擇權的部分 我們知道期貨跟選擇權其實牽涉了非常大的關係 就是說跟機率的部分有一個比較大的牽連 那我們今天是不是要跟大家談談什麼樣的機率是什麼東西呢? 司令現在還有手中一副撲克牌 我現在把它洗一洗,來告訴大家這個機率有多大 我們來猜大小,以1到6是小,8到13是大,7通吃 我們來看看這種機率由主持人來猜結果會是如何 我洗一個牌,看好,不要跑掉喔 賭神了喔,賭神跑出來囉 我要通殺 好,網友看好,主持人準備告訴我 第一張牌,大小,大嗎? 請網友看一下,這一張是大還是小? 小 小 小 你猜錯了,已經共固一次了 期望只是1分之1嘛 好,沒關係,你再猜 大 大 你凹單 好,你看看這一張是多少 大還是小? 小 小 代表你說,又輸了 又輸了 要不要換 還是大 還是大 你真是不信邪 來,我們再看一下 大還是小 小 好,通殺3次了 真的有這麼多幣嗎? 你真是邪門啊 要不要換 好,換小 換小 唉,真是的 該拗不拗 不該拗 你這個什麼動法 大還是小 大 主持人,共固4次了 我 有機會在讀嗎? 你還有那麼多勝算可以輸嗎? 還有那麼多錢可以輸嗎? 我總共可以玩幾次 好,7次好了 好,還有3次嘛 盪 你決定盪 各位網友看一下 大還是小 小 小 又輸了 這個太奇怪 邪門吧 小 要不要再連裝一下 最後啦 最後兩次的機會 最後兩次 快 小 小 各位網友,再看最後一次 大還是小 大 結果你還是輸了 最後一次了 沒有機會了 隨便你猜啦 反正我贏定啦 好,再大 再大 我們看一下大還是小 通殺 是通殺 原來是7 通殺 網友,你發現了一點嗎? 我們的主持人太遜了 第二點 這就是機率問題 猜對跟猜錯 雖然是一半的機率 但是 它有加上一個7是通殺 所以 在期望值來講 期望 或是選擇檢 只要猜多空 其實它的機率並沒有絕對 有的勝算 因為它是一半一半 在扣到手續費外 根本就沒有勝算可言 所以今天我來就是教你 機率學的問題 司令,這樣子都拆不對 那怎麼賺錢? 期貨是不是一個公平的賭局啊? 其實期貨 它的勝算機率 雖然是一半一半 拆掉 不是多就是空 是最容易交易的一種交易方式 但是 為什麼一般人會輸? 還有它的道理 因為 拆對拆錯是一半 中間有一個 騙到一個東西 叫做手續費 和交易稅 手續費誰算走? 券商 起貨券商 收走了 那交易稅收走了 政府收走了 當然這兩個是 目前看來是穩贏不輸的 算起中間的手續費 和交易稅 所以說 一般兩瞪眼中 輸在交易稅和手續費上 但是 這個還不是絕對 會輸錢的原因喔 所以 輸錢的原因在 心魔 心魔 因為 像 主持人剛才一拆 七次全部共沽 為什麼? 因為 你訓斃了 訓斃了 然後 問題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地方 在哪裡? 因為 你不能忍受每次的輸 每次的輸 當你期貨在交易的時候 一次猜錯 損失擴大 搞不好是一千點 兩千點 當然 兩千點是有點誇張 但是 沒有什麼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 你還沒有拆對機率的時候 你已經輸光錢了 所以 在期貨交易上 雖然是一翻兩瞪眼 輸錢大概就是這樣子出來的 當然是有 因為有贏錢的方法 當然是有 對 唯一的方法是什麼 什麼? 你必須找一套方法或策略 實驗過去的歷史交易的狀況 對 然後根據它的交易狀況去執行看看 對 如果你一個城市或一個公司是執行後 它的結果出來的期望值是正的 而且還可以掙很多 你的城市單 或是你的交易機率 就是可以用的 當你可以用的時候 OK 你就可以去執行期貨下單 對 但是如果你沒有辦法達到這樣的勝率出來 只用人工在拆 我告訴你 結局一定是慘敗收藏 這是我實天要跟你講的 所以機率問題 是輸贏的關鍵沒有錯 但是方法與策略 才是期貨引起的最重要的地方 是,期貨的部分就是要一個高勝率的操作策略 沒錯 那司令 如果投資朋友想要學習操作期貨在上面引錢的話 有什麼方法可以呢 剛才我講了 操作的方法就是要找出方法和策略 或是用城市單下單交易都是OK的 但是有人問啊 我要怎麼去找城市 是不是能告訴我城市 其實這個是錯誤的 一個有用的城市 對 絕對不能告訴別人 因為你當你告訴別人 那個大家用的時候 因為期貨是零和遊戲啦 是 當一個東西零和遊戲的時候 大家都知道那個就是爛的城市 所以我常告訴網友或是讀者 一定要怎樣 靠自己去找 對 不要天天的懶鬥 只想看明牌聽明牌 應該多用自己的時間 去找一套可用的方式 來成就你的期貨賺錢的方法 這才是正確的方法啦 對 因為期貨是零和遊戲嘛 所以大家都知道 就等於說都賺不到錢了 沒錯 一定要有自己的方法 對 那選擇權呢?選擇權它 是不是公平的賭局 好 我們現在又談到選擇權了 選擇權是一種不公平的交易方法 是不公平的 因為選擇權是以小博當 對 如果你要買一個call 或買一個put 一個看多一個看空 機率當然是一半一半 要扣掉我們剛才講的 手續費跟交易稅 扣掉後 本來就沒有一半了 但是還有牽涉到它的權利金 買方是支付什麼? 權利金的 對 賣方呢 是收取權利金 雖然買方看起來是 風險有限 獲利無窮 但是它的期望值太低 對 那賣方當然講到勝率高 是沒錯 但是勝率高 風險無限大 對 搞不好你賺了20次或100次 可能一次就敗光了 對 那等於也是沒有用的 所以它的勝率是沒有的 對對 那說那怎麼交易 網友會問 怎麼樣交易才能走出公平的交易 是 方法是有的 方法是有什麼方法呢 選擇權 它最大的優點是 它有一個叫做組合單 組合單 你可以在一個公平的交易點上 組合一個 兜頭架差或空頭架差 對 空頭架差或兜頭架差 可不可以 是 有幾度 超級委員 武器 可不可以 無人 其他人 更多 最多的 都 可是 好